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雪荣嘉 俄乌战争第13天 尽管乌克兰展现超强抗敌意志 让俄军吃足苦头 但是俄罗斯准备大局反攻 已经集结超过15万名兵力 尤其针对首都基辅 将发动全面进攻 乌克兰准备将基辅 最后的连外桥梁炸毁 阻止俄军战车进入 到时基辅将变成一座孤岛 乌克兰情势岌岌可为 不过俄罗斯最近在叙利亚招募佣兵 连薪水都曝光了 但是俄罗斯的军队不够强吗 为什么需要外籍兵团呢 是准备打巷战或游击战吗 那因为俄军出现很多的状况 包括基辅最新的传说 一名乌克兰大妈 竟然用一瓶烟黄瓜的罐头 打下一架俄军的无人机 这到底是真是假呢 但其他就有影片为证了 昨天一架俄国的军机被击毁 化成一团火球 今天残骸曝光 证实是苏34攻击机 还有乌克兰击成一艘俄罗斯黑海舰队 可能是巡逻舰必可服号 乌克兰军方到底是用什么飞弹 打下这些战机跟船舰呢 还是背后有欧美国家帮助呢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天清晨 再度发出影片 首度曝光他办公室的位置 强调他没有躲在哪 也不怕任何人 普丁现在应该是恨得牙痒痒了吧 想暗杀杀不成 就说要活捉 泽伦斯基出面反向 显然是没有再怕 泽伦斯基的底气哪里来呢 现在国际佣兵团 首批抵达基辅阵地 不怕外界知道 合照给大家看 这些佣兵有什么特异本领呢 乌克兰军队已经展现超强战力 一分钟打掉两辆俄军的坦克 乌克兰士兵露出参笑 拍给你看 对比俄军普隆功 竟然搭着电梯进攻 结果被断电活捉 国际佣兵加入乌克兰 俄军挫了蛋吗 俄军两名指挥官 包括少将参谋长 以及乌东清俄的指挥官 都被击毙 这对俄军战力 会造成多大的冲击 而国人关心俄乌战争 俄罗斯发布 不友善国家名单 台湾竟然入列了 后面刮胡中国 这到底是台湾被独立 还是中国对俄罗斯不友善 中国网民头很大 说中国的外交部 要不要抗议俄罗斯啊 不过台湾被列入 不友善国家 到底有什么影响 有人又在大作文章吗 又在散播谣言吗 最新局势发展 今天我们节目中 都有深入分析 先介绍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立委 庄瑞雄 再是军事专家 郑继闻 大家好 再是财经专家 邱敏宽 中将好 还有政治学教授 范世平 中将好 再是国民党 新北市议员 叶文芝 中将好 大家好 资人媒田 陈敏凤 大家好 再资人媒田 好我们先来关心 乌克兰首都基辅 现在四面楚歌 被俄军包围 为阻挡俄军攻入首都 乌军炸毁基辅 连外桥梁 基辅最后一座桥 也危在旦夕 因为下方早已放好炸弹 若俄军进攻 就会引爆 他们把所有车路线 进入美国 所以俄军人 必须离这些车路 然后他们必须 在地上 他们只能保持 其中央情报局局长 支出乌军炸桥 切断俄军 铁路系统的做法 非常聪明 因为铁路系统 就是俄军的补给物流要到 乌军重兵部署 而乌克兰人全民皆兵 民间汽车修理厂 变身兵工厂 改造捡来的武器 随时为游击战准备 好我们看到 俄军迟迟攻不下乌克兰 现在重新整队 要大举进攻基辅 美国方面的情报说 已经有超过 15万名兵力 是将近百分之百 已经要进入乌克兰 要大举进攻基辅 所以我们看到 从这乌克兰地图当中 那基辅的位置 大概是在中央的这个北部 现在可能会遭受 好几方的夹击吗 先讲瑞德哥 现在基辅面临围城之战 情况岌岌可危吗 没有错 为什么呢 因为呢 那么这个俄罗斯的 相关的部队呢 已经在基辅的边缘 将基辅团团围住 那现在在昨天下午三点的时候 不是宣布包括基辅 哈尔克夫马可夫波那些城市啊 四个城市呢 开所谓的人道走廊 让他们出去嘛 不过非常可恶的是 这个所谓的人道走廊啊 俄罗斯竟然把这个人道走廊 只限定开到白俄罗斯 或是俄罗斯 也就是说你们要撤 乌克兰的人民 只能撤到我俄罗斯 或是撤到我白俄罗斯 那为什么说非常可恶啊 因为呢 照理来讲 你会说还不简单 我出来以后 我的老跑得好啊 对不对 我就不要去你俄罗斯 不要去你白俄罗斯嘛 我出来了以后 我就跑到其他 乌克兰的这个城镇嘛 你错 国际红十字会意外发现 那么俄罗斯的军队 在这些城市的这个外面啊 除了他们所开的 这个人道走廊的 旁边两旁 全部埋满了地雷 也就是说 如果你出去的话 你随时会踩到地雷 随时就砰 你人就死掉了 你看他多可恶 那么可是呢 今天我们刚刚看到的 那个最后一座桥嘛 之前第一座桥 炸掉的时候 不是说绑满的炸药 但问题是 因为俄罗斯的这个 公事非常凝利 所以没有办法 远距离这样把它炸掉 所以后来不是有位 英勇的特战营的 这个工程师 过去用自己牺牲 对不对 然后现场炸掉 跟这个桥同毁嘛 那还有一座桥 还有一座桥是 其实这座桥并不大 但是为了要保持 这个运输路线 还有这个乌克兰基辅 的人民进出啊 所以呢还留着 但守军已经在桥端 全部密密麻麻 绑满了炸药 没有意外的话 这座桥可能 应该已经不在了 炸掉了 那炸掉的话 就只有一个可能炸掉 也就相关的 讯息情报显示 俄罗斯的军队 要供进来了 全部密密麻麻式 坦克跟这个装甲 自走炮这些 还有牵引式的大炮 所以呢 如果再让它进来的话呢 那么可能会非常凄惨啊 所以为什么 要把它炸掉的原因 可是问题是炸掉 有个问题就是基辅 基辅就陷入孤立无援 对 变成一座孤岛了 变成孤岛了 因为旁边就虐伯河嘛 那还好的一件事情是啊 那么据我所知道 总共世界各国 包括美国了 美国 欧洲 这些国家 所捐赠的 一万七千枚的标枪飞弹 还有超过两三千枚的 这个刺针飞弹 已经源源不断的送进去乌克兰 包括基辅都拿到了 基辅本来已经用完了 第一波那十七货柜的 这个标枪飞弹 跟这个刺针飞弹呢 在前几波的攻击里面呢 这个抵挡俄罗斯的攻击里面 已经用完了 但现在据说已经补进去了 所以这是好事 至少已经把这些弹药补进去了 不过那么俄罗斯 把这些苏凯战机 对不对 跟相关的米格战机 还有包括战斗机 战轰机 还有战斗武装直径 全部兵列在这个基辅附近的基地 就是说他这次如果炸的话 他可能他的力大会比之前还可怕 不是只有飞弹来而已 飞弹空袭 然后地面上的攻击 虽然乌克兰的守军把桥炸都快 但是那么俄罗斯的工兵部队 事实上已经到了前线来了 他的工兵部队一样有办法 架设贝利桥 让这些中甲车战车也是过去 所以这一次如果开战的话 一定是非常伶俐的 但是他如果开战的话 美国就一定会下令 就直接把这个等于说 俄罗斯石油禁运 因为如果你这样进去的话 哇那不得了了 基辅之前已经 虽然已经撤离了一些老百姓 但里面还有上百万人在里面 这个是非常可怕 会变成一个血腥 刚刚美方官说不光是炸桥梁 连铁路也要炸掉 所以俄军有可能是从铁路也进去 所有的运输力 他现在你可以看 全部阶段 你可以发现 普丁因为太过轻敌 对自己的部队太过有信心 所以之前三天往基辅 不可能 十天往乌克兰也不可能 所以现在你可以发现 他更改变更了 他的攻打的方式 比如说他先给你断水断电 为什么要拿下这个核电厂 断电 断电以后你就断水 因为你没有电可以怕水 断水断电 断冷气 断暖气 包括那个暖气 他的天然气断掉 然后紧接下来你就断粮 不过现在我们所知道是 基辅跟第二大城哈尔可夫 他们的粮食还够 你知道吗 但是单单断水断队 你知道基辅 就在这两天 最低温平均保持在零辖两度 到零辖十度 但是虽然断暖气以后 基辅跟这个哈尔可夫的居民 会非常痛苦 俄罗斯的阿兵哥也不会好过 对不对 俄罗斯要攻打的阿兵哥 他们也不会好过 因为你把基辅士都毁掉了 他们市场上的环境更加的恶劣 那么今天因为连续发布 我觉得这一次的战争里面 台湾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比如说飞弹的部分 标枪飞弹吃针飞弹立大工 比如说无人机 攻击无人机的部分立大工 我们本来已经 飞弹特别预算 有104架的这个相关的 自杀无人机 建墙无人机已经做 现在每一年还增加46架 这是对的 因为攻击无人机没有办法那么快 但是自杀无人机更快 你知道吗 我直接就炸你了 就当作行御飞弹使用 然后这次战争里面的新战宣传 你看多重要 所以当今天 那么大家透过那段影带 大家有没有看到那段影带 当乌克兰还可以用火箭炮攻击 那么在黑海港口外面巡逻的 这个俄罗斯的相关 1000多公顿的相关的巡逻舰的时候 攻击他打到了以后 真的打到了以后 哇大家多觉得不可思议 我相信俄罗斯都觉得不可思议 竟然打掉一艘军舰 他们之前为了不让俄罗斯俘虏 乌克兰的相关的船舰 他们有把一艘正在修改修建中 运捕中的三十几年的船舰 乌克兰自己炸掉 你知道吗 炸掉也不要落入你的手上 对 那现在又能把对方的炸掉 那紧接着来包挂你看那个哈尔可夫 竟然可以趁这个等于说 俄罗斯在运捕的过程 整捕的过程当中 他还追出去 你知道吗 还追出去 不过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那么除了自己自力自强 所以呢 你看世界各国等了三天 发现乌克兰 引用抗敌的时候 全部跳出来资源嘛 所以自助必须要忍住之外 也要有相关国家的资源啊 据说 据说那么乌克兰的第一线的前线指挥官啊 手上都拥有美军所提供的 之前在开战前所提供的 卫星这个等于说 政策卫星探訪通知器 都没有都有 所以呢 所有的俄罗斯 这可以解释 为什么他们机动性这么强 然后也知道这个包括俄罗斯的坦克大队 他的飞机什么时候 可以这样的运动干什么 那我们觉得很讶异 他怎么可以做到 俄罗斯的军队都做不到的这个 等于说部分啊 不过那么俄罗斯他的这个 等于说新战也好 包括他的战术也好 非常的灵活 值得我们仿效 是的确现在乌克兰首都基辅 即将面临围城之战 所以基辅现在呢 是打算把这个对外的连外桥梁 最后一座也要把它炸毁 要避免这个俄罗斯的坦克大军通过 要请教纪文兄 目前基辅所面临的局势 非常的这个危险 其实我们都知道 乌克兰这几天好像天气不太好 不只是这个气温降低 而且云层比较低 因此这个对于俄罗斯掌握的空权来讲 他没有发挥他的这个空对地的 这个整个这个资源作战的能力 这也可以解释很多俄机 在第一空执行任务 执行轰炸攻击的时候 被刺针飞弹所击落 因为你飞得很低 那正好就是这些 这个防空飞弹 特别是变息式 先射这种防空飞弹 有效的打击范围 这就造成俄罗斯这几天 感觉他的航空兵损失特别多 当然对基辅的攻势 我认为 对俄军的空军显然会 会比较担心害怕 对担心害怕 第一个天气不好 你要攻击的话 你要降低高度 第二个就是 你也在这个赤针飞弹杀伤范围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不只直升机 战轰机 好几款不同的飞机都被击落 而且俄军的飞行员 这个被击落还被扶 那整个场景 其实对国际上 这个很震撼 因为大家想到 俄军不是世界 仅至于美国的强大空军吗 怎么这几天损失那么多 那其实天后因素 还有就是战场对它相对不利 那是导致这样的原因 所以现在要打基辅 恐怕没那么容易 其实打基辅 我认为不容易 您知道吗 基辅有多大 基辅的这个总面积是 840平方公里 我们台北市多大 270平方公里 所以台北的三倍 它是三倍有余 而且它的整个人口 战前的统计数据是 300万人 原始要进攻一个 这么庞大的一个城市 面积其实幅员也不小 原始靠俄军这些 现有的部队要强攻 我认为有实际的困难 特别是基辅 虽然市面受到包围 但由于福源大 而且人口多 特别是这几天 我认为比较可喜 就是乌克兰军民 展现这种抗敌意识 尤其是民众 纷纷做这个汽油弹等等 对于俄罗斯军方来讲 造成很大的威胁 你看前几天其实有新闻 就是俄罗斯车队 绵延60公里 其实这60公里是代表什么 他是在这个前线 禁止不动 等待后续的命令 执行进攻 但这些车队或者这个兵力 驻扎在当地 他需要每日的各种补给 包括饮水 粮食等等 因此他的补给车队 穿流不息 正给予 这个乌克兰 这种民兵 或者正规部队 偷袭他的好机会 因此我们这几天可以看到 很多视频或画面 这个俄军的这种补给车队 被攻击 卡车被攻击 而且很有意思 这几天他很多卡车 还装上木条 对 就是增加到防弹 甚至已经开始征用 民间的卡车 来从事的运捕 这显示了 第一个 这个乌军神出鬼没 第二个显示的意义 我认为 北约对于相关的情支 提供给乌克兰军方 让他有机可乘 我认为这个也是重要 让乌克兰偷袭 能够成功 所以我们看到 俄军在北方基辅这边 显然战力是受到影响 包括运捕车队都被轰炸 所以显然这部分兵力比较弱 所以他现在有可能是 南方攻上去吗 其实我们从这几天 俄军的攻势可以发现 他主要分三个方向 第一个是 逼近和威胁基辅 让你乌克兰政府 执政的高层 受到压力 那服役他的谈判 他要迫使你定下 城下之盟 第二个主攻方向 就是乌克兰东部 我们知道乌克兰东部 有两个独立的共和国 他要确保他独立 而且往前推进 甚至趁机拿下卡尔可夫 卡尔可夫其实二战以来 二战时期 他就多次进行攻防 因为他当时是苏联 乃至于目前乌克兰 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 乌克兰最大的坦克工厂 修理厂就在当地 那另外就是在南方 从克里米亚往北推 确保克里米亚 他整个安全腹地 能够更广 而且趁机占夺 像亚述海黑海的 乌克兰海军的基地 让乌克兰海军 就没有立足之地 也只主要是三个方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要攻击辅 那就俄罗斯来讲 应该是用他的正规军 但现在被发现 奇怪俄罗斯怎么会在 叙利亚要招募民兵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 他们的正规军不够强大吗 他的正规军够多 但他的正规军 我认为俄军正规军 其实也是训练有数 但刚才讲到 基辅是一个大城市 人又多 如果进入巷战 他势必损兵折将 因此找这些外国佣兵 特别是很多叙利亚佣兵 过去十年左右 都在打内战 因此他的巷战经验很丰富 而且他争亡以后 我只要抚恤金 我在俄罗斯国内没有亲人 他没有抚恤问题 没有国内民意院问题 也只对俄罗斯来讲 我有钱可以解决 这是最好的 所以这是在预告 在俄罗斯的正规军之后 有可能基辅会进入巷战 确实 不只是俄罗斯招募佣兵 还有这几天 他中共大使馆也发出警告 全面撤侨 那另外他还开通几个人道走 人道走完不是俄罗斯特别发心 他希望你人民老百姓离开 让我就可以更肆无忌惮地强攻 这对他造成所谓人道主义的 这种灾难 引起国际的大纷争 可以大幅的降低 那记者兄 因为今天有讯息 说这个叙利亚的佣兵 他们的薪水半年 大概是三百美金 台币一万块都不到 这个佣兵的价钱 有这么低吗 这么低的情况下 有谁愿意卖命呢 我认为反正这些市场供需 如果说佣兵招募不理想 他一定会增加价 毕竟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佣兵国际佣兵其实各国都一样 你只要有足够的钱 他就可以加入 而且过去来 这个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军 包括民兵关系很好 毕竟俄罗斯从2015年 就开始介入叙利亚内战 因此他熟悉当地 熟悉当地很多武装势力 因此招募起来 其实对俄罗斯来讲 其实他是非常划算的 可是这个价码也太低了吧 半年 半年300美金 300美金真是过于低 这太低了吧 除非你再增加一个零 我觉得可能有比较好的吸引力 但是是否是300美金 还是有更多的 其他的筹码或者价码 未来还需要拭目以待 是 好我们看到了 这个俄罗斯竟然需要招募 叙利亚的佣兵 而且半年才大概是 台币不到一万块 不晓得这个钱是怎么样生活 来这个瑞雄伟 怎么看这个未来 基辅的这个情势 我俄罗斯为了建立一个缓冲区 我为了保护整个 俄罗斯国家的一个安全 所以呢 你就不能 你就不能有任何的一个 军事设施 你要给我飞武装化 我怀疑甚至你就是纳粹化 所以我出兵 这个全世界会把它当成 是一个野蛮的一个国家 是的 现在全世界几乎 大多数的一个民主阵营的人 都在制裁俄罗斯 可是当你越制裁的时候 你去把它看一看 这场战争越打越激烈 打到现在 本来大家看到前面的 俄罗斯的一个部队 大举的要进去 当初在想说可能是十万大军 现在看出来说 哎呦 当初我要攻俄罗斯 要攻这个乌克兰之前 我就在旁边 我就同兵已经15万了 现在已经15万的部队 已经全部到俄罗斯进去了 现在还招募这些佣兵 他为的是干什么 他当然要打一下这个首都 所以基辅对整个 乌克兰来讲的话 他当然是一个国家的 一个心脏地区 九宫不下 好 你就一直攻 攻到最后 他如果要强攻 到底可不可以攻得下 当然可以攻得下 但问题是说 但是攻到乌克兰跟基辅 老早已经面目全非 整个国家都毁了 你看乌克兰这个国家来讲的话 以目前来看 其实俄罗斯与其说 是要把整个 乌克兰全部给占领 他不可能把他所有的部队里面 就占领那么大的一个乌克兰 他毕竟太大了 把你这个心脏 把你给控制了以后 他就认为我控制你的整个基辅 你总统搞不好你就跑掉了 搞不好你总统就被 已经被我给斩首了 所以把基辅给打下来 俄罗斯的想法就是 你整个乌克兰 就全部都是我的了 对 但重点是说 那么容易吗 你看我们已经讨论了多少天 到现在 快两个礼拜的时间 在谈哈尔科夫 这个地方他的第二大城 你说每一次我们看说 那个地方开始沦陷了 甚至有外电的报道说 哈尔科夫已经被俄罗斯 完全给控制住了 过两天你会发现 乌克兰又把他给抢回来了 对 所以你注意把他看 就是说这个民族 其实也是真的是很可怕 很强悍 他面临到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从这一意义里面 我们更需要去体会到 我觉得给台湾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借金 就是说 碰到这种野蛮的一个国家 平常看起来是 你看普丁哦 他很好笑 他也穿西装 他也打领带 他跟国际社会 西方国家任何一个领袖 都是一样 可是你马上想 他其实有点怕他 这些无名世界 无名国家 或就比较民主国家 都会觉得说 你设计跟我选谁 你也怕那些戴 穿得秋一秋 但是你是野蛮的 手段非常的凶残 是的 从这一波的 俄罗斯去攻打乌克兰 大家看到就是说 平常讲的好像是 大家都是一个无名世界 可是为了自己 你本来只是说 嘴巴讲的 就是为了只是在 你在乌东地区 你要建立一个反冲区 怕你加入这个北约 对整个俄罗斯产生 他整个国家安全的影响 现在看起来哪是 乌克兰根本就没有 对你这个整个俄罗斯 造成任何国家安全的 一个影响 结果你就给人家去出兵 你把他打下去以后 你看到现在 到昨天之前 我们去看到说 美国国安高层里面表示 光俄罗斯到 这一波的一个攻击 乌克兰已经打了 超过600米的飞弹 对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你说暴露了几十公里 或者补给线有多长多长 我都一直在想说 你怎么那么大胆 你认为好像是俄罗斯 你的部队到了乌克兰 是如路无人之境 我整个坦克部队 爱怎么摆就怎么摆 我整个装甲车 或者说补给车 摆得那么长 我都不怕你 天底下哪有这种事 你觉得好像是乌克兰 全部都是假罗 他们都没有部队 对 一百万的部队 全俄罗斯他一百万的 一百零二万的一个部队 正规军 你就把他投射了 十五万到这个地方 你把他想想看 不寻常 所以这场战役打到最后 大家看到的是说 四面在夹击整个基辅 可是也不要忘记 当你在四面夹击基辅的时候 那哈尔可夫你怎么办 那你南方 你那个奥德萨你怎么办 你分散去 有几万的一个部队 你说派了十五万军区 就要把整个乌克兰的 全部给占领了 让整个乌克兰 毫无招架之力 我相信 以他目前这个总统的民调这么高 也不容易去做到 所以他做了好多恐怖的手段 你这整个车肉比尔的一个电厂里面 你也去给人家轰炸 你也去把人给占领 然后你这个人道走廊里面 大家发现 底下放的是地雷 然后你这个人道走廊 大家发现 原来是都通往你俄罗斯 所以看起来你说 俄罗斯有那么强 是跟乌克兰比较起来是强 可是跟整个西方世界 尤其是欧盟这些国家 北约国家比较起来 还是外强中弹 的确我们现在看到乌克兰 真的是情势非常的危急 那虽然俄罗斯的大军 非常的强悍 但恐怕现在 普廷颜面无光 因为俄罗斯的正规军 显然是吃足了苦头 最近俄军真的是出现 太多的这个状况 包括基辅又有最新的传说了 来宽哥 竟然有一名乌克兰大妈 为什么是用了一罐烟黄瓜的罐头 竟然打下一架俄罗斯的五人机 俄罗斯各位还记得吗 13天前 崔姑拉朽 他说各位放心 我们会用手术刀式的一个攻击 非常精准的 绝对不会去做出任何危急人道的 可是各位 过了三天之后 心急了 过了一个礼拜之后 上个礼拜开始做无差别攻击 无差别攻击的时候 大家就想说糟了糟了糟了 这些民众该要怎么办 但这次呢先来说 俄罗斯来到这个地方 颜面无光 信用破产 然后呢再过两个月 我会跟各位说 他的经济也会破产 昨天我看报纸看到差点哭 为什么呢 这个是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上面的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让我看得 我的心都快要睡了 发生什么事呢 一个爸爸跟一个妈妈 带着他们家两个小孩 总共四个人 不是谈说要整个 所谓的人道走廊吗 所以他们要走到 人道走廊去做撤退 各位在路上 在路上被打伏击 打完伏击之后 四个人都还在动 那个画面是进 那个画面是连续的哦 乌克兰的部队赶快进去 被他们包扎 包扎完之后 后送 目前如何呢 先说不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战情非常的不好 情况如何 我们不晓得 我们再看另外一件事情 跟各位说哦 为什么这次俄罗斯 来到这个地方 会信用破产 为什么 满嘴跑马 满口说谎 我们再看这个叫马力波 马力波最近不是说人道走廊吗 那很多人他就不能够走路 路途比较远嘛 很多老弱妇孺 他没有办法走路 用撤退公车 撤离公车 结果俄国又对人家有差别的一个攻击 你已经坐了人道走廊了 你还去攻击20辆的撤离公车 你在做什么 现在红十字会还说他们在路上埋地雷 他有诚意吗 各位 一点诚意都没有 但是我们台湾人说一句话 这句话很重要 人家说怎么 人家说乌买乌人驾 怎么呢 现在先来说 这件事情到现在全世界都觉得非常诡异 现在的乌克兰没有海军 乌克兰的海军在上个礼拜 连旗舰自己都炸掉 为什么自己炸掉呢 他们自认守不住 如果被俄罗斯拿去用的话 反而会对整个乌克兰产生攻击 可是呢 居然产生了一件非常 让人家觉得说 这哪有可能的事情 我们现在看 这一台是非常新的一个军舰 这台新舰叫做毕可夫巡洋舰 还挺大的 全长有94公尺 一间三百顿 他为什么要移到奥德萨的外面去呢 他要做炮击 可是他到底是被什么给打掉的 现在大家在问 你们没有海军 你们在这么远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这一条毕可夫巡洋舰 会被乌克兰 先说乌克兰的兵力不及俄罗斯 可是他们保家卫国的决心 勇气坚持下去 他被打掉了 先来说一条船被打掉了 现在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哦 刚不是跟各位说 齐布尔斯卡 他是乌克兰的军事顾问吗 他说有一位大妈 他就在晾衣服 看到外面突然间无人机过来 他好生气哦 为什么这些飞机可以到我的国家 到我的领土来 为所欲为 然后呢 他就随手 听考哦 他就在阳台当中 随手抄一罐黄瓜罐 那黄瓜罐 我们都知道 这个吃汉堡的时候很好吃 可以改变一下口味 对不对 他就这样子随手扔出去 请各位注意哦 大妈扔出去的时候 把无人机打下来 那个力道有多大 他很生气 也有可能非常精准 有可能是非常精准 但我要跟各位谈论到了 这个当中关系到的是什么呢 这当中关系到的叫做决心 所以就目前来说的话 先来说 这件事情 从整个两周前 我们在观察 两周前大家说 三天内结束 数战数绝 一直到现在 这两天呢 各位可以发现哦 目前欧盟跟美国 同时两面手法都在做 哎呀兵力怎么差很多啦 我们随时要做整个 流氓政府的一个准备啦 但是各位不知道 我们发现哦 最近有一些事 细节要来跟各位 稍微讨论一下 这次呢 普丁吃了衬夺铁的心 他之前派了车臣暗杀队 要去暗杀哲伦斯基 发生什么事呢 在基辅全部被歼灭 然后他们直接还说 这个是你们俄罗斯 发情报发给我们的 各位还记得那个 华格纳400人暗杀队吗 这个400人暗杀队 目前呢 完全都消失 所以这次呢 对于乌克兰来说 是谁在暗地里面 源源不绝的 把战车的地图 兵力的壁图 情报的整个线索 完全无条件的供应过去 那现在呢 一直去弱兵 我们很弱 我们打不赢你 可是各位 这场仗打到现在 打第13天 我个人在估计 未来一个礼拜 要进入最后的一个决战 为什么呢 云慢慢的要散去 天气会变好 但目前就现在来说 普丁 这两天传出很多消息 又他生病的一个消息 又整个资金的一个消息 过两天 石油一定会迅运 为什么呢 你整个俄罗斯 来到这个地方 不讲武德 满口谎言 但这场仗到最后下去 现在为什么要去调用佣兵呢 很简单 现在所有俄罗斯的人发现 我干嘛让我们家里面的子弟 让我们家里面的小孩 那你去打一场不道德 不具正义性的一个战争 连俄罗斯本身里面的人都在说 我们要反战 他当然得找佣兵 这个强大的俄罗斯大军 虽然说强大 但恐怕现在是颜面无光 为什么一个酸黄瓜的罐头 就可以打下一架无人机呢 是这位大妈手劲超强吗 还是过去是什么样的选手 才有这样的力道吗 当然因为那个没有影片 但是其他的就有影片为政 就要请教继闻兄了 这个乌克兰军方 为什么可以屡创惊奇 苏34这个轰炸机 是怎么样被击落的 昨天说 则子画面好像是在晚上 白天果然残骸出现了 到底乌克兰军方 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把这个先进的战机给打下来 这种情况我必须说 苏34是一个很先进的战轰机 那过去在1990年代 还有这个本世纪前十年 那我多次在欧洲一些航空展 几乎每年可以看到这个 苏34进行飞行表演 它这个飞机长得很怪异 它是由苏凯系列战机修改过来 特别是它的座舱是 两个飞行员并列坐在一起 而不是前后座 因此它的外形很怪异 看起来像压嘴兽 原始俗称压嘴兽战轰机 这一型轰炸其实俄罗斯 苏凯家族里面 非常先进的这种 这个大载量航程远 威力十足的飞机 那配备有最先进的雷达 电子战装备 航电系统 武器搭载量又大 但是中间会觉得奇怪 这么先进的飞机 怎么这次损兵折降 已经损失至少两架 而且它应该会飞很高吧 对 那理论上是没错 理论上是没错 但是这几天我们看 俄罗斯很多航空部队 包括轰炸机攻击机 还有攻直升机 他们用的都是一些传统的 包括无导引的铁克炸弹 这个空对地的火箭 为什么 因为这些炸弹 但要便宜 试想一颗 一颗这个 这个卫星导引 这种精准攻击炸弹 一颗可能几万美元 甚至如果精密一点 几十万美元 但一颗铁壳 无导引这种炸弹 可能几千美元 甚至几百美元而已 因此它的这个 价位差很大 而俄罗斯又不像美国空军 家大业大 那么有钱 因此它过去以来 它的精准导引 这个弹药 其实是库存量比较少的 因此可以过去以来 我们在很多演习里面发现 俄罗斯空军 这个理论上那么先进 但它用的飞机 都是用传统炸弹 而没有精准导引武器 用传统大战 有一个缺点 就是你辨识目标 还有轰炸目标 你飞机要尽可能 这飞得低 这样大炸的才准 所以这个苏珊 有可能是飞得比较低吗 它飞得比较低 就是因为低的关系 因此这些战轰机 不管苏珊式 或SU-25这种攻击机 它为了确保 这个攻击 炸射准度高 因此它的这个飞行高度低 而且速度也不会那么快 虽然它可能丢热烟弹 进行自我保护 但还是中了 这个赤真飞弹的射程范围 打下好几架 而且不只是苏珊式 那二十四攻击是不是太轻忽了 想说你乌克兰可能打不到 我就飞机 我认为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它认为 乌克兰的空防体系 被瘫痪 很弱 这对我构成威胁不大 第二个确实是 它要低空炸得准一点 而且天候因素 可能也是影响 你云层太低 它比较飞得比较低 来进行攻击 那第三个 它没想到 就是这个乌军 用了大量的刺针飞弹 或者用无导引 这个红外线瞄准的 这种监测防空飞弹 这些飞弹在攻击前 由于它不需要雷达进行搜索 因此它的预警系统 不会发出任何预警警告 因此飞行员在低空过去的时候 它也不知道会遭受暗算 那被暗算的时候 可能也反应不及 对来不及了 惨遭毒手 那再来 那这黑海舰队 碧可夫号 那乌克兰是用什么方法 把它打下来 乌克兰 有大概两种类型的武器 什么样 有办法把一艘军舰给击沉 我们不知道 碧可夫号当时 重弹或沉没 它离海岸多远 如果说离海岸相对比较远 它可能是被 暗防的反舰飞弹所击 反舰飞弹 因为毕竟乌克兰 其实它也承袭 前苏联的军事资产 它也配备了很多反舰飞弹 这个部分 它能力是有的 但它如果说距离海岸相对比较近 可能是被暗防火炮 锁定瞄准 然后轰尘的 那不管怎么样 从这个案例就显示 虽然乌军战烈士 但二军也不能大役 你大役随时可能惨遭暗算 是的确 来来瑞德哥 所以看起来 原来乌克兰的控军 也不是普隆功 也不是弱者 苏三是可以打下来 黑海舰队 毕可发巡逻舵 竟然可以打下来 我看了一下 那么乌克兰 他们所公布的这个影带 当时在袭击的影带 就跟这个建文兄所说的一样 目前他所使用的武器 大概应该会有两种 一种看起来像是火箭弹 就是连续一直发射 一直发射 一直发射这样子 那其中还有 旁边还有另外一种火炮 但不知道是什么火炮 因为非常暗 整个影带非常暗 那火箭弹跟相关火炮 砸出去了以后 过一段时间 在远方的那个海面上 突然间一个亮光 砰的让出来 击中了 击中了 所以你可以发现 他们在骂三字鲸 就乌克兰的军人 在骂三字鲸 高兴的欢呼 欢呼的三字鲸 就对了 开始骂脏话 然后很高兴 因为他们大概没有想到 真的能够击中 真的能够击中 然后呢 有没有成我不知道 但是一定击中 因为到白天的时候 还在冒烟啊 还在冒烟的话 就表示 因为这个所谓的 必可负号呢 虽然它动位数 只有1000多公顿 它是属于比较轻型的 它把它定位在 军型的这个巡逻舰就对了 但可以载一个小的持生机啊 但问题是 毕竟能够把你的军舰给打中 那对这个等于乌克兰的士气 那是不一样的嘛 军型士气 那军型士气整个都振奋了嘛 所以他们非常的高兴 所以在 我才说乌克兰这一次 在新战的部分 是大大的胜利跟成功啊 因为我们看画面 那个烟冲那么高 现在团体受水严重啊 当然这个画面 你想想看 他会不断的在乌克兰 在很多地方到处 他全世界这样放 对不对 放了以后 是不是会重击俄罗斯 很多军人的这个 而且现在俄罗斯 这些阿兵哥都不知道 现在到底他们俄罗斯 现在到底怎么样 为何而战 因何而战都搞不清楚嘛 然后呢 那警戒而来 就不断的歼面 那么身为台湾三十几年前的 特战部队 我们以前最喜欢做 去支援师队抗啦 还是这个 甚至包括海军陆战队的团队抗 跟汉光演习 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 突袭 突袭跟伏击 你知道吗 躲起来 躲起来趁你不住 这个时候呢 那么突然间 等你的军队过的时候 砰就把你给炸掉 这次乌克兰的特种部队呢 立了大功 他们在他们所公布的 影带里面呢 在一个三拗啊 那守在那个地方 等到俄罗斯 大概十二辆装甲 过到三分之一的时候 突然间 出不解放 出来以后 全部都炸掉 所以呢 事实上 这次在很多的 这个战术上面呢 那么乌克兰立了大功啊 而且你没有发现 并没有俄罗斯 并没有俄罗斯 宣称 那么大规模的 殲灭大部队的 这个乌克兰的守军 没有吧 对 好像都还没有听到 不然你影片拿出来啊 对 有的 早就出来了嘛 对不对 早就出来 这个宣布了嘛 就算你西方的Facebook啦 IG啦 这些Twitter 把它封锁 他还是可以 讲白了 他的好朋友 中国共产党 还是有很多微博 还有很多的这个抖音 什么东西可以用嘛 可以在那边发布嘛 不过我们还是 不能太过乐观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么传来的 最新消息是 就在这个基辅的 这个相关的附近的 郊区的伊尔平啊 现在已经开 俄罗斯的军人 已经跟乌克兰军人 进行巷战之外 已经到了洛伯站了 到洛伯站了 到洛伯站 你就知道 那是很血腥的这个争战 你知道吗 为什么会进入整个巷战 那么根据乌克兰军方的说法 那么这个俄罗斯的伞兵啊 不断的跳 这次 这次也突破了 一个伞兵的迷思 俄罗斯的这个空降伞兵啊 一向号称 他们的空降伞兵部队 是世界第一 你知道吗 然后呢 可以空降装甲车 空降坦克车等等啊 结果在哈尔可夫的空降兵 不是空降下来以后 去攻打这个 哈尔可夫的这个医院嘛 对不对 然后呢 结果奇怪 为什么就没有讯息了 搞了半天被乌克兰的手军给歼灭了 你知道吗 竟然被他给歼灭 他号称很强啊 但大家都知道 伞兵能带的是轻武器嘛 所以他们有这个重武器下来 一样被歼灭 那这次呢 在刚刚讲的这个叶尔平呢 事实上呢 他的伞兵又下来了 又下来了以后呢 大概有50辆的轻型的装甲车啊 跟几百名的俄罗斯的军 这个军队里面的士兵呢 正在这个地方 跟乌克兰的守军 两边这样打来打去打来打去这样子 乌克兰目前为止 有摧毁了一些部分的装甲车 不过因为已经进入了巷战 那你就知道战况之激烈 所以紧急而来 如果万一叶尔平旁边 郊区这几个城镇被拿下来 那再来就是攻进基辅了 来范老师怎么看一个最新情况 乌克兰所面临的情势了 但是恐怕俄军想要拿下 也真不是那么的容易哦 对我们知道基辅啊 在历史上是非常难攻的 1941年的时候 希特勒的这个纳粹军团 他们有50万人包围这个基辅 从1941年的7月7号 打到9月26号才攻下 快打三个月哦 那后来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死亡 俄罗斯 苏联那叫苏联 85万的军队 结果死了16万 可以说是伤亡非常惨重 那希特勒当时一定要拿下基辅 因为他等于算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城市 可是后来拿下了 拿下之后呢 惨胜 德军拿下基辅之日 就是后来德军败亡之时 拿下完之后整个遍体鳞伤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德军 后来甚至溃不成军 所以我觉得这次拿下基辅呢 可能也是普丁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 俄罗斯有可能大伤元气 大伤元气 当初是俄军在党德军 现在俄军反而是反手为攻 要去打乌克兰 那我觉得真的 他应该要想到 1941年的那个惨状 我现在会不会重蹈覆辙 我们大家来看 第二个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这个泽伦斯基已经可以说是 吃了蹭头铁了心 把整个基辅的周边的桥梁 全部都炸断 就是我已经要 就是自知死地而后生了 我就是不让你进来 决一死战 决一死战 有那种决心跟魄力 对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接下来整个基辅就变成是个孤城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相信国际间会有非常多的 空投或援助 援助 对 大家记得1948年6月 那个时候呢 1945年德国战败之后 德国是一方 东德是被苏联占领 西德是被美国占领 可是柏林这个首都到底怎么分 瞧不定 所以1948年6月那时候呢 这个苏联就把整个柏林给包围起来了 因为你不跟我谈 我把你包围起来 逼着你要投降 逼着你要把柏林分给我 就从1948年6月一直包围到1949年的9月 包围将近是一年多的时间 一年半的时间 整个被包围 怎么办 柏林里面的人都要吃饭啊 都要食物啊 靠谁来 美国 英国 澳洲 纽西兰 加拿大 这些国家发动空军 去做什么 补给空投 牛奶 面包 食物 药品 空投方式 就撑过去了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欧洲国家肯定要重新 对这个柏林大空投 是历史重演 历史重演 对 这两个都是历史重演 一个是悲剧 一个是后来柏林获得的解放 所以我觉得说 现在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说 今天最新的消息是 克里姆林公透过路特社 提出了四个条件 就是说要停战四条件 跟乌克兰谈 比之前的两个条件多了两个 可是我们以为 好像条件更苛刻了 没有 他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要乌克兰终止军事行动 什么意思 那个发动战争的是俄罗斯 怎么要人家终止军事行动 打人的现在喊抓人 你现在表现什么 他现在已经被突袭到 向乌克兰先停手 要再讲 我如果今天的这个 我的这个军力旺盛 我应该是说 我根本不要你停手 我帮你打到趴为止 你打人还说 你不要再打 你不要再打了 是这样子吧 好像拳击赛 你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表现什么 俄罗斯已经示弱了 还有之前他有两个条件 这个是中立国 所以你不能加入北约 这个东西 这个四个条件还在 第二个之前条件叫做 要乌克兰解除武装 什么意思 你就非军事化了 自费武功了嘛 那现在提出的 四个条件里面 没有这一条了 因为你如果说 我给你 我没有军事化 我还是个国家吗 干脆变成你 俄罗斯的一部分嘛 所以这个条件 目前没有了 还有另外两个条件 很有趣 他说你要承认 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领土 克里米亚 不是在2014年就被你并吞了吗 你为什么现在要我承认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表示怎么样 虽然2014年签了 明斯克协议 这个俄罗斯 等于说 这个克里米亚的问题 好像已经解决了 没有解决 现在还要你再承认一次 表示俄罗斯 并吞克里米亚 没有正当性嘛 对 还有最后一个 四个条件是什么 说他之前不是 在这个攻打的 这个卢干斯克 跟顿涅斯克嘛 我们知道他当时在2月23号 把他们占领了 他要什么 他要乌克兰承认这两个国家 是独立国家 这不是已经你的囊中之物吗 但是这也凸显一个什么事情 他要表面上是要他 承认独立国家 事实上就是要并吞了 大家还记得吗 1895年那时候 甲午之战 清廷打败 被日本打败 被日本的联合机队打败了 当时日本要什么 要韩国 承认独立 表面上因为韩国一直是中国的番薯 因为他独立 看起来是尊重韩国 对不对 没有啊 1910年就把他并吞了 所以这种表面上是要独立 事实上是什么 事实上是并吞嘛 当然记得当时这个 日本要这个满洲国独立 满洲国后来真的独立吗 满洲国只是变成 后来变成日本的一个 番薯国而已嘛 附庸嘛 附庸而已嘛 这个诡计 对这是诡计 但是他现在就要乌克兰要承认 乌克兰怎么可能承认 也没有必要承认嘛 承认就是上你的圈套了嘛 所以我觉得俄罗斯 现在这四个条件 看我觉得第一个 他有让步了 第二个 表示俄罗斯现在的战力 是不行的 那你看他现在去找这个傭兵 我们过去说俄罗斯 不是这个什么 战斗民族吗 战斗民族 还需要傭兵 虎丁赤裸上身 骑马 熊啾啾气昂昂 怎么这时候还要去 跟他要傭兵 表示他自己的部队 都不能打了 随着这几年 俄罗斯可能这些年轻人 我们看都是年轻人了 上战场 那个大概也没有什么 太多的这个 战斗的这个气息了 很快就投降了嘛 所以我觉得 看起来 乌克兰的这个战斗意志 他的士气是越来越强 俄罗斯是越来越弱 一个部队打到士气 越打越强 这个部队就有胜利的可能 好 乌克兰军方昨天在推特上 分享一段影片 就是乌克兰士兵用火箭炮 一分钟打掉两辆 俄罗斯坦克 精准命中 好我们看到 乌克兰的士兵一分钟 打掉两辆俄罗斯的坦克 难怪最后他们的士兵 是拿出自己的手机 自拍露出颤笑 要请教瑞德哥了 这个俄罗斯的坦克 怎么会完全没有防护 就这样让乌克兰给打掉了 其实不是坦克没有防护了 而是因为自己太过大意 太过战施自己的武器 是世界最精锐的 这个世界第二强 那么为什么呢 那么俄罗斯非常迷信 自己的坦克大部队 他这次的坦克大部队 事实上包括坦克跟装甲车 整栋来了一两千辆 你知道吗 那照理来讲 如果他是在平原决战的话呢 在这个开阔的平原决战的话 包括武装战斗直升机 包括战斗这个等于说战斗机的话 其实他是占了上风 我觉得这一次乌克兰非常清楚了解 自己的优劣优缺点在什么地方 所以你看他吸引他们进来哪里呢 进来这个都会区里面的 有很多建筑物里面的寄形象战 寄形象战了以后呢 有几种东西就觉得 就变成他们的优势的是什么 你看这一次他们虽然 乌克兰有所谓的S300 说来讽刺都是跟俄罗斯买的 俄罗斯有S400 他的防空飞弹S400比S300高一级 但问题是S300 从这次看起来 打你这个包括这个几种 被他击弱的这个战机 戳戳有余嘛 所以呢他到现在 竟然还没有办法摧毁自己 这个卖给乌克兰的S300 那除此之外呢 如果吸引到了这个建筑物里面的以后呢 标枪飞弹最好用 标枪飞弹就是这个 一旦到了市区里面的话呢 你这些坦克就成了他的活标吧 为什么 躲起来就好了 标枪飞弹 专门打哪里啊 他不是针对你的坦克正面这样打 坦克的正面跟旁边 一定是护卫最好的嘛 标枪飞弹躲起来以后 专打你的塔顶 他飞起来打你塔顶了以后 塔顶是所有的坦克里面最弱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大堆的俄国的坦克 不是那个炮啊 炮管塔顶掉到旁边去 有没有 就被标枪飞弹给砸中了嘛 那紧接而来 而且标枪飞弹不是只有打这里 就算你躲在这个建筑物里面 碉堡 他一样可以打到 那你的装甲 运兵车一样可以打 那除此之外呢 那么在这个 很多树木 或是很多的建筑物里面呢 赤针飞弹 甚至于包括英国 他们相关的资源的 欧洲资源的雷霆飞弹 也很好用 我都躲起来就好了 我躲起来了以后呢 等到你靠近 我说坦白 你怎么死的 你都不知道 这一次听说 包括俄罗斯的相关 要丢这个炸弹的时候呢 他们都还低飞啊 所以低飞的情况之下 砰的出去吃针钢 但你发现的时候 你还没有啊 所有的飞机 我告诉各位 所有的飞机 不管你多厉害 它不是专门这个设计来对抗 说我可以跑给飞弹追的 飞弹一定都比你的 这个超音速的战绩 还要来得快嘛 所以我要让他们 飞弹的雷达看不到我 比我躲飞弹有用嘛 你可以发现 那么这次次振针飞弹 不要枪飞弹 之所以能够立大功的原因 在这个地方嘛 所以呢 事实上呢 俄罗斯他自己本身啊 这次为什么坦克大决战 你看他犯了兵家大忌 不是怎么开玩笑 说一致长蛇镇吗 64公里的补给队伍 对不对 反而成为目标 那个长蛇 为什么说他一致长蛇镇 就排过去一致长蛇镇啊 就沿着基辅的北边 一大串的64公里 前面五公里都是坦克 都是重型装甲这些大炮 可问题是后面的 大概五十几公里 全部是什么 你可以看到都是卡车 都是运什么运油的 运弹药的 运粮食的这些卡车 一致这样排 不是已经五六天没动了吗 那我问你嘛 如果你要动的时候呢 我还拥有这个土耳其的 相关的无人机 虽然打得下来 虽然打得下来 我要告诉各位哦 俄罗斯的野战防空 防空飞弹火箭 对不对 打得下来这些无人机哦 但是我用土耳其的 相关的无人机 这边炸一段 那边炸一段 炸了以后又让你的公路 你可以发现那条公路 事实上不是很宽啊 然后这边炸一段 这边炸一段 这边炸一段 以后你的补给掉了 所以我觉得乌克兰 这次非常聪明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他用包括有一些 这个乌克兰的部队 用标枪飞弹打坦克 对不对 他们更聪明的是 避开主决战的 这个重型装甲的坦克 专打油罐车 为什么 我把油罐车油要 打完了以后 你没有了 坦克大决战 为什么到后来 德军数没油啊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这次 连妇女都知道 他们不是用那个 相关的玻璃罐 有没有 啤酒生产工厂 不生产啤酒生产 这个汽油弹嘛 连他们的妇女都知道 不要 你不要只会把那个人 说汽油弹去攻击 坦克没用的 攻击最后一辆的油罐车 因为他载着油往前嘛 当我把油罐车弄掉了以后 前面这些坦克没油了 等于废物 刚刚这个乌克兰国防部 所公布的照片 都已经显示 来自于美国墨西哥 来自于印度 很多的志愿军 都已经进入基辅了 就世界有两万多个 这个军人啊 他们愿意进去 帮助乌克兰的 那么现在陆陆续续进去了 所以你就知道 当这些部队都出来的时候 当他们的士气是非常高 要杀你啊 我跟你讲 他完全战争 最怕你的敌人是什么 是怕不怕死的 而俄罗斯的这个阿兵哥 我们不是看到 没有油把坦克丢一边的吗 对 竟然有人把那个油箱 给砸破 急破 故意让他漏油跑掉的 更不想打 乌克兰的军队 他们有俘虏的一些 装甲车跟坦克 竟然还有油 你知道吗 所以士气低落 其实才是这场战争 之所以会拖延到 十几天的最大原因 乌克兰士兵 这次是小兵力大功 除了一分钟 能够打掉两台俄罗斯的坦克之外 其实呢 这个乌克兰这一次的消息 是非常精准 因为他们也炮击 歼灭了俄军的补给车队 我们看到 这是乌克兰军方 所公布的照片 这一整列 这个俄罗斯的运输车队 遭到一阵精准的炮击 全部毁 我们看到 这个照片也看到 这个几乎是完全的摧毁 这一支的运补的车队 有包括七辆卡车 有油罐车 弹药运输车 还有护卫的数量的装甲车 全部被歼灭 而且要继闻兄了 俄军没有防护吗 没有这样讯息吗 还说乌克兰 这次又出动 无人机精准提供讯息吗 这只能说 俄军把战线拉得比较远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俄军虽然很多战车 装甲车等等 但其实他的 我认为他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步兵不足 没办法确保 交通线这种要点的控制 也因此让乌军能够到处穿插 找你的弱点 特别补给车队 进行攻击 或者孤立的 俄军火力据点 以多 然后围攻少 把你歼灭 因此我们这几天 看到很多视频 就是俄军一些车队 包括拉炮的这些车队 包括补给车队 甚至个别坦克 重服的照片 但我必须再回复 再讲一讲 刚才那位乌克兰特警 他真的是很勇敢 我们看到他用的武器 其实各位有没有觉得 好像好莱坞电影 经常看到这个武器 这叫RPG 就是一种简易的火箭弹 这个火箭弹 还不是这个 有精准导引的反战车飞弹 这种简易的火箭弹 它的射程 我查一下 大概800公尺 最重要的就是 它使用简单方便 也因此从阿富汗战争 到这个中东战争 乃至于这几年 美国和很多区域的冲突 这些武装的民兵组织 大量用它 因为使用起来很简单 更重要这个士兵 我们看那个视频里面 所显示战车重弹冒火 他运气真的很好 他击中了坦克的后方 也就是引擎室附近 因此这个士兵 我必须说 第一个 他够勇猛 冒着敌火 然后以劣势的火力 攻击坦克 第二个 他运气非常好 击中战车的薄弱部分 但这也是 因为老师说 他这会不会有风险 就是说他炮击之后 其实他还留在原地那边 甚至还用手机拍照 老实讲 这是不是有风险 这当然有风险 因为坦克 不会只有一辆 两辆坦克在那 他有可能往那个 发弹的方向 再轰炸回去 他周边可能有步兵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整个这个战场的全貌 我们只看到部分片段 毕竟你乌克兰 其实火力有限 如果坦克转过炮塔 转过来轰炸 或者往你这边开过来 防护力最强的部分 正对你 跟RPG都打不穿 因此这样 以少数的步兵或武装 来攻击装甲车队 本身是火力是不对称 装甲也不对称 但这个乌军显示 他的勇气也不对称 乌军在勇气上 可能在这个部分 占有庸势 也此未来随着 俄军强攻一些重要的据点 或者人口中心 他这种场景 我认为只会越来越多 到时候俄军的 这个损兵折将的状况 可能会更严重 是的确 我们看到 这次乌克兰士兵 小兵立大功 他们的抗敌意志 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敬佩 当然我们也看到 俄罗斯呢 吃足了苦头 同时呢 这一次呢 普丁可以说是再施猛将 包括我们看到 他们的少将参谋长 还有这个 清俄的这个指挥官呢 都被击毙 那我们请教这个 明峰姐 这对于俄罗斯的军队来讲 是不是会重创 他们的这个军心呢 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冲击呢 我觉得俄罗斯 这一次啊 久打不下 我觉得他们军事势 是受到非常大影响 那我觉得乌克兰的心理战 这次是非常成功的 他不管是 譬如说 这张这个傭兵的照片 这是陆军 就是乌克兰陆军 亲自透过这个脸书 发布的 那就是比方说 我有1.6万人 但是已经增加2万人 要整个参加 这个乌克兰的陆军团了 那这个东西会发生什么情况 就是我现在俄罗斯 正在攻这个基辅嘛 那这些陆军 这些傭兵跟陆军 已经到了基辅的郊区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我可以抵抗 这个俄军攻基辅的时间点 因为在2月25号的时候 包括白宫还有很多西方国家 都说基辅在96小时之内会沦陷 可是现在呢 现在已经3月8号了 基辅并没有沦陷 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整个乌克兰的军心 跟这个士气 已经用这个所谓的 整个有高涨起来了 那你可以看到 士气高涨 而且很好奇 他这个傭兵 他就这样子大大大照片给全世界看 他就是故意 他不担心这些人露脸 会可能会造成危险 他不会啊 因为大家 而且他还po出这武器 是比利时的某一种武器 所以他已经不怕你了 就说你们俄罗斯来吧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就我们就来迎战嘛 那你那你这个 你照说乌克兰的兵力 是这个俄罗斯的十分之一 那你你俄罗斯应该很快 就会打打成功啊 而且这个整个快速的 可以结束战争然后占领基辅 或是乌克兰的 可是结果并没有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就说 这个东西呢 对于我觉得这位总统啊 叫做德伦斯基 他每天都在做直播 你可以看到美军在做什么 他手上有一支美军 提供他的卫星电话 他都可以打电话到美国去 然后去问他这个情报的 跟西方的领袖都通的 所以他的情报收集 非常的这个清楚 所以我觉得他的布阵 布阵如果你俄罗斯的 这些情报收集很差的话 那你就算你有再多 那么再好的什么 苏34的飞机或是坦克车 那我只要抓住你的情报跟行踪 那你停在那一条路上 64公里不动 我就不是可以炸你吗 所以我觉得就说 这一场战争给人家看到一个 新的资讯战的一个重要性 还有整个心理战 那你这个 泽连斯基他的底气很足 底气是要普通 因为你看这个普丁本来就说 要什么暗杀 暗杀不成就是我要活桌 活桌结果这泽连斯基今天凌晨最新的影片 就对外公布 他就是他办公室 对外拍 他不怕自己这个泄露他的位置 没有错之前大家就说 他在这个背景上面都遮起来 然后让大家不知道他在哪里 然后躲来躲去 可是他今天又干脆说 我就在总统府吧 我这是办公室啊 我没有走啊 那连续俄国发动 俄国发动有三次的刺杀 2月22号跟 26号跟3月1号 都要刺杀这个泽连斯基 可是泽连斯基都事先得到情报了 那这个情报的攻击是谁攻击的 有人就讲说 这是俄罗斯自己安全会议上面 一个非常高层的官员 告诉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官员 叫泽连斯基赶快去躲起来 那你就知道俄国的军心 根本就是很这个 很失败嘛 就是说他们整个很患散 然后加上 你看乌克兰最最高明的就是 我被抓的这个俄罗斯的士兵 我开视讯 跟那个俄罗斯的士兵的妈妈 通电话 那你这个东西 透过全部西方媒体的这个传播 你就觉得乌克兰这个国家 真的在心战 还有资讯在这方面他表现非常杰出 所以说你这个俄罗斯 我觉得俄罗斯现在到底是要怎么样 你现在外交这个谈判 还有外交的抵制都在做 尤其今天一个国家 就是意大利 意大利本来对于制裁俄罗斯 这个就是天然气的部分 非常就是说比较不配合 可是现在意大利的总理也宣布 他要去另外寻找购买天然气的国家了 所以你万一美国提出来跟欧盟这个合作 抵制这个俄罗斯的天然气的时候 你觉得俄罗斯他整个金钱啊 或是资源啊 还能够撑多久 所以我觉得就像基辅 大家都说2月25号都说96小时会这个沦陷 但是到现在他们撑到现在 然后佣兵也到了 我觉得基辅免不了是一场激战 但是也许战况没有想象 我们想象会那么糟糕的结果 对的确来宽哥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是士气低落吗 那乌克兰方面是不是士气高涨 特别是泽伦斯基 他哪来的勇气 竟然可以公布自己的位置 再来国际佣兵团都已经抵达了 这个对于这个乌克兰的战力 可以提升多少 特别是这些国际佣兵的 到底他们有什么样的特异本领 可以加入随时加入战局 先来谈泽伦斯基 这是很多人都在思考一点就是 为什么俄罗斯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 到现在整个电信网还拿不下来 而且各位别忘了 泽伦斯基现在是跟各国的元首 几乎马上通电话都可以讲 那前几天有一个镜头 不知道各位还记得吗 他跟整个欧盟的轮值主席 在打电话的时候 他说飞弹来了 然后上面就在震动 他说他先关掉 他就沿路跑对不对 那沿路跑呢 现在普丁第一个很没面子 为什么没面子呢 400个人的瓦格纳暗杀集团 车臣暗杀队 目前通通无疾而终 而听说车臣暗杀队 是全部被歼灭 全部被歼灭 就代表他们全部被泄露出来 全部被抓到了 全部阵亡了 那今天就开始放话了 就说我照你躲在哪 我只是要活桌而已 然后泽伦斯基就说 我就在办公室来抓 所以他旁边是谁呢 很多人目前在猜 到底吉他国的佣兵 有没有介入 那目前首批的整个佣兵团 请各位注意到一点 战争到今天进入第13天 总共才进入两个礼拜而已 这么多的佣兵 全世界源源不断而来 这当中日本有70个人去 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 因为韩国最近要选总统了 韩国有一位非常出名的YouTuber 他就说背离了整个国家的意志 因为现在不准到那边去 他说他如果回国之后 会接受制裁 但是只要能够回来再说 所以现在很多人 他们是说什么呢 他们是决定要来帮助这个国家 请各位注意到一点 过去那个是十倍的兵力 俄国是十倍的兵力 要过去到整个所谓的乌克兰 打到现在变成什么呢 泱泱大国荒腔走板 那我们一直谈论到一件事情 这次很多事情都完全超乎大家的一个想象就是 怎么会事情会夸张到这个地步 人家一句话常常在说兵马未动 两草先行 这次俄罗斯全部的补给线通通被打断 那通通被打断呢 怎么被打断的 记得两周前我们跟各位谈论到一件事情吗 美国说他不打 美国没有说他不看 冰天雪地当中那些大排气量的车子 用整个所谓的红外线去看 明亮的就跟晚上的太阳一样 所以所有的布阵图都清清楚楚 你厉害的我不打 但是你弱的呢 两尺我拿下来 整个原油我拿下来 但目前来看的话双方一定要进入最后的短兵相接 那进入最后的短兵相接呢 这个是今天的一个讯息 目前在基辅来说 包括了弹药 包括了粮食已经渐渐的不足 但是最近呢 乌克兰做几件事情 这个让大家很兴奋 为什么呢 这次可以说一口气爆了两个仇 先来谈这个格拉西莫夫 就是在我们荧幕的左下方 这位格拉西莫夫 格拉西莫夫先来说 这次是他们的第一副司令 同时是他们的军团长 所以等于是等于发号司令当中的第二大的官 指挥官 第二大的指挥官 然后呢 这次被打掉 打掉完之后呢 击毙完之后 这等于爆了两个仇 2014年那时候的克里米亚半岛 就是他拿的 就是他拿的 所以对整个乌克兰来说 他有拿奖章 对 现在被乌克兰干掉 对 这个对乌克兰来说 有很大的事情 然后再来那个左加 左加的那个官的话 是这群人很残暴 然后就是好 你们很会打仗 车程的部队很会打仗 金二的斯巴达营很会打仗 带过去 然后呢 可以把首领把他抓下来 让他战死 这个也会整个士气 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但这次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已经到了第二个礼拜了 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荒腔走板的事 各位还记得吗 之前那两位士兵 以为他们是正义之师 开着坦克车来 没油了 跑去警察局跟人家借油 各位被抓到 然后呢军人沿路跑 沿路跑的时候呢 天气很冷 开小差 然后去吃饭 吃完饭回来 战车不见了 为什么呢 这是乌克兰的农民 变成最大的赢家 他们的战车 跟飞弹发射车 多到可以上网来拍卖 这两天又出现了一个 非常吊诡的镜头 这五个撒旦到底在想什么 先说这个是俄罗斯的部队 他们全副武装 然后到了一个地方之后 长官跟他们说什么呢 说你们现在打仗最重要的巷战 我们就是要去抓下 所谓的一个制高点 所以这一带最高的那栋大楼 你就去那个制高点 他们就说好 好主意 然后进去之后呢 请各位注意 这五个人都在看萤幕镜头 他们都在看萤幕镜头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先一片黑 怎么会打仗 你还去坐电梯呢 然后管理员说 怎么会突然间有五个军人 跑到电梯里面去呢 把电关掉 活桌 各位 什么叫瓮中桌边你知道吗 这个就叫瓮中桌边 所以为什么到现在普丁呢 完全不知道怎么做了 他完全没有招 他没有办法去用异物意去征招 为什么呢 来的全部是天兵 来的都是训练不够 然后呢 很多的军人 一台战车 一亿多的现金 他们跑去开小差 回来战车不见了 然后居然坐整个战争当中 还坐电梯 先说坐电梯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军人的训练够不够呢 完全不够 但现在呢 卢布在贬值当中 今天北韩一个讯息 让我们看了都眼睛都快 都快掉下来了 北韩很多的劳工 被派去俄罗斯上班 做工 然后做工之后呢 领卢布 对不对 金正恩跟他说 不行 你们交回来不能够交卢布 你们要交美金 这些整个矿工们 这些工人们 那我们不是白干了吗 所以现在呢 俄罗斯 他有很大的经济压力 俄罗斯有很大的经济压力 下面的小弟都很害怕 北韩 伊朗 中国 现在都冲在蛋 为什么呢 如果他真的没钱 会找谁要钱 中国现在是最害怕的 普丁说他们的俄罗斯军队 都是专业的 但是看起来好像不是 怎么会有阿兵哥呢 想要去制高队 竟然是搭电梯 我们知道电梯 只要有任何的危机状况 火灾是绝对不能搭的 结果竟然是有五名的士兵 就去搭着这个狭窄的电梯 所以大家就看到 他们都看着这个监视器 灯一亮 当场被火灼 来源之 这可以看出俄罗斯军队 真的是专业训练吗 这我很不可思议 因为这个大楼呢 他们想要登到最上面呢 想要找一个制高点 他们是侦察队的嘛 然后甚至找一些位置 可以狙击嘛 电梯有一个叫监视器嘛 就像我们平常在电梯里面 我们扣个鼻孔干嘛的 很容易都被看到嘛 他们不知道嘛 所以人家一看到说 怎么有俄罗斯的士兵 进到了电梯 马上给他断电 当场就活捉了 那很多人讲说 你们是不是这样 故意想要投降是不是 也不要用这种方法 所以这种 我真的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那不可思议的还有就是 刚刚瑞德哥有讲到 基辅现在不是有一个60公里 我们讲长蛇嘛 上个礼拜开始 到现在还动弹不得 动弹不得 他们试图想要后退 也卡住 所以人家就讲说 这个是不是叫做 移动式战俘啊 就他根本 不用人家把他抓起来 他自己就成为战俘了 那这不是很恐怖吗 在那边 然后就被困在那边 刚刚不是讲说 有七个装甲车 他直接就是无人机 然后就把他轰炸掉了吗 这60公里的长蛇阵 现在在那边刷这一旦 也是蛮恐怖的 那俄罗斯现在我 其实就是说很奇怪 就是有点颠覆 我对俄罗斯的战力 因为照老理来讲 俄罗斯他的那个坦克 是很强的 俄罗斯在二次世界大战 或后来 其实他坦克还击败过 德军的坦克 德军坦克非常强 结果这一次 他们的坦克进到乌克兰之后 乌克兰好像变成了俄罗斯的坦场 就各地都可以看到 废弃的俄罗斯的坦克 就在乱七八糟 就在那边被打乱七八糟 在旁边 大概近一千辆 那很多人想说 为什么会这样子 有人就讲说 因为他们的坦克 进到乌克兰之后 那个卫星就被美国把它截断 那美国截断之后 俄罗斯只好就开自己的卫星 结果自己的卫星又不准 常常迷路 就迷路 GPS不准 GPS不准 然后找不到路 然后有时候就被打 然后乌克兰又一打游击 又很厉害 刚刚不是讲说 什么这个随便炮弹 几秒钟就可以打掉两个坦克吗 所以就变成坦克 变成他的坟场 那另外一方面 刚刚讲到就是说 两边的那种士气差很多 乌克兰他们 有佣兵很高兴告诉大家 可是各位知道吗 其实俄罗斯也有找佣兵 他的有一部分佣兵 是去叙利亚找 然后他的这个薪水 是两百块美金到三百块美金 那么低 那么低还要被叙利亚的 当地的军阀 再抽一半走 还有抽哦 还要抽 所以你知道 刚要活半年 怎么过 所以他们的军心很涣散 他可能就找到一些 在叙利亚真的就是 比较穷困的人 或者是生活比较有问题的人 然后就到俄罗斯去 中间还有人抽头的 还有抽头 然后就战绩啊 士气都很弱 那你说这种人 他到底要怎么打仗 他一定会随便打啊 对 除了随便打之外 很多人评估说 是不是他们要做 那个敌后占领工作 就是说俄罗斯把 乌克兰的某个地方 打下来之后呢 可能需要有人去做占领 而这些叙利亚的人呢 他们可能就是 比较习惯那种孤独的感觉 因为他们到银乡背景嘛 所以比较好去做 那个孤独的工作 可是你看一比 这两边的那个士气 就差很多 那我是既然比较担心的是说呢 很多人讲说 把普丁逼到墙角 他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举动 逼到墙角 他出兵打人耶 他是对 就是说他出兵打人 可是因为他现在 迟迟打不下来嘛 他前两天不是讲说 所以说因为战事不顺 把他逼到墙角 对 他现在有点被逼到墙角 那他已经放狠话了 他说乌克兰在继续攻击的话呢 再顽强抵抗 国将不存 对 然后最近传出一个消息 就是俄罗斯他们现在 本来他们放那个核弹 核弹头跟弹 弹声是分开来放了 因为怕说核弹插枪走火 现在汉心把它结合 一把结合 所以我是比较担心 就是说他如果说 他这些火力打不下来 他会不会用那个战术的核武器 这是有些人担心是觉得 狗急跳墙 狗急不择手段 狗急跳墙 而且你看美国本来也很担心 触怒俄罗斯 美国本来在几天前 他们要试射洲际飞弹 后来讲说 美国也说先不要射 免得让俄罗斯觉得是针对他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倒是 有点担心 希望普丁还维持理性 维持理性 因为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军队 在乌克兰真的是吃了大亏 那战事不顺 是不是让普丁觉得压力非常大 因为现在恐怕连他国内的压力 也是很大 因为为什么说普丁谎话连篇 因为我们看到 他说他不会在乌克兰 用异议征召的士兵 是不信任的这关系吗 还是说现在俄国士兵的母亲委员会 他们有个联盟 就说他们收到大量的家长投诉 就表示自己的儿子 先前突然被军中的长官 要求要签下出战合约 没有签就会遭到惩罚 没有想到最终是出现在 乌克兰的战场上 所以范老师我们看到 普丁是不是在国内 也用骗的方式 现在俄罗斯的母亲发现了吗 对 在礼拜天的时候 也就是3月6号 俄罗斯总共有4366个人被逮捕 为什么 上街头抗议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 俄罗斯到处各地 这个好像火一直不断在烧 为什么 大家想想看 如果我的小孩不见了 或者当兵没办法联络了 结果可能已经到俄罗斯 到了这个乌克兰去了 生死未捕 你觉得家长会不会担心 会不会紧张 目前我们看到就说 这个当然是乌克兰的说法 他说大概有一万个 这个俄军已经死亡了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是一万个家庭 对 那一万个家庭 你想看这个影响多大 所以我觉得今天 为什么乌克兰很厉害 他成立了一个叫做 俄军俘虏的资讯网 你们俄罗斯不给你们答案 不给你们资讯 请你们来乌克兰 俄罗斯妈妈上网 去乌克兰你们看 对 去查 那我们知道 俄罗斯现在为了这样子 他开始对 包含对这个Google 被推特 被BBC 被彭博 被CNA这些媒体 全部禁止 过去我们知道 中国是禁止 这个外国媒体进去的 对 俄罗斯至少还有一些权 还有一些空间 现在他完全不让你了 然后你也没办法翻墙了 你要也没办法去上乌克兰的网站 你必须要翻 你必须要翻墙才行 就变成说 他现在如果 他翻国际的媒体 对他是不友善的 而且国际的媒体 不断地在播放出 俄罗斯战败的新闻 会影响他的明星士气 甚至很多家长看到 因为我的儿子 原来在电视上面了 你看这里面 这个在电梯里面 搞不好很多家长才发觉 原来我的儿子在这边 那你想看 他们家心里面 一定非常的狂恐 要普丁出来面对 所以现在这么多的 而且我们看到 现在 国际上各个地方的 这个抗议俄罗斯的活动 如雨后春水 台湾也有 里面也有很多是 俄罗斯在海外的人 他觉得很丢脸 我的国家 怎么可以这样去侵略乌克兰 我的国家 怎么可以让那么多的 乌克兰的小朋友 被迫流离失所 他们的女性 必须要逃到波兰去 所以这点已经变成 让俄罗斯人 在国际上是什么 过街的老鼠 仍然喊打 完全没有光荣感 所以我们看 为什么俄罗斯的军队的事情那么差 他们本来以为我们到了这个乌克兰去 哇 大家会欢迎他们 可以提供他们粮食 他们受到大家的这个普遍爱胆 完全没有 所以他们觉得他们不是正义之师 他们甚至一个邪恶之师 一个邪恶之师 你怎么会有战斗力呢 而且看到俄罗斯人看到他们 每个人都纵骂他们 甚至他们还 乌克兰人还敢跳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装甲车上 挥舞乌克兰的国旗 这完全不怕死 所以我们知道 当一国人民他死人无据 我不怕死的时候 乌克兰人敢开枪吗 不敢开枪 他连他最后的一点自尊都没有 所以我必须要讲 今天这个俄罗斯接下来一定会引发非常重大的 第一个经济的问题 他的卢布已经贬值到变成快便废值了 他的股市没办法 这个完全不能开市 然后再加上国际的清算机制 已经把它拒绝了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变成乌克兰人 没办法跟国际进行贸易了 那我问你 你产生你产的石油 你产生的天然气要卖给谁 每人给卖嘛 然后再加上 他接下来这个粮食的恐慌 各方面的经济的崩溃 所以我认为 列宁讲过一句名言 这个堡垒要从内部崩破 现在看起来 他内部是不稳的 那普丁就会更加的 军队的母亲发现了 是普丁在欺骗他们 对 欺骗我们的小孩嘛 逼他们上战场嘛 甚至用脸孔带骗的方式 甚至很多年轻人就说 他以为到乌克兰是来演习 以演习之名 其实这个武力之实 那大家就觉得 到底我是被骗了 那士兵也会想 我真的要上命在这个 乌克兰这个地方吗 所以我觉得就造成内部的混乱 所以我觉得现在普丁 的确是没有领导 内忧外患 而且内忧可能会比外患 来得更大 的确 因为现在有 俄罗斯的士兵母亲 他们有一个委员的联盟 就发现原来自己的儿子 是被骗上战场的 但是普丁说 乌克兰的行动 不会有额外的预备役的人员 而且说目前的行动 都是由专业人士在领导 而且正在实现目标 这是真的吗 普丁是不是谎话连篇呢 因为现在也传出俄国的国防部下令 要挖坑大量的埋尸丢弃 这个尸体 因为之前就在说 俄国给这个阵亡的士兵 给的这个抚恤 非常的低 大概只有三千块 那现在呢 后来又说 大概有七百四十二万的卢布 大约是台币一百六十八万 但是俄罗斯真的会出这样的钱吗 未完还是说呢 挖个坑丢进去 这些人就通通不用抚恤了 其实你注意看 打到最后 整个俄罗斯的国内 我看民众反弹 到最后连整个权力核心的一个体系 还有没有办法那么团结 那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你看这些人 我们一直在讨论说 这些高官 他统治的目的是为了干什么 你说他这些人 很多人在国外 都有那么多的一个资产 这是完全被冻结以后 然后这些高官 他在外面有那么多子女 如果走到全世界各地区域 大家都脸上无光 你说这样的一个政权 会那么的一个稳固吗 到最后我看 像会把一个自己国家的部队 丢到乌克兰去